外交部长维文指出 我国9辆装甲运兵车在台湾进行海外军训之后 运回我国途中 在香港海关遭到扣留并非一起战略性事件 外长也强调 新加坡不允许任何单一事件 其解心中关系 维文出席一个 有关政治趋势如何影响亚洲和全球的论坛上 回答与会者提问 有关我国装甲车遭到香港海关扣留时指出 要更长远地看待新冬关系 不要只把目光停留在眼前发生的事情上 维文强调尽管心中偶尔会有不同观点 但两国有着持久和互利互惠的关系 维文表示 当彼此观点出现差异时 最好以坦率和诚实 而非挑衅的方式来解决